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集的萬迷早晨節目 亦都好像之前在新聞台說的, WIFI 還未整好 唯有繼續用著這個版面和大家聊天 今晚有一場我們對著韋詩咸的足種杯賽事 上一回合我們成功地贏了利物浦, 淘汰了他們出局 今次對著韋詩咸 可以跟大家說, 連格特一定不能出現 因為我們借了過去, 租借的球員一般對回武會不會出現 但我們最緊張當然是一些傷病的情況 蘇珊茶也給了我們一些更新的 也是一個小小的壞消息 普巴就受傷, 大腿的肌肉要休息幾個星期 今晚的球員一定不能出現 至於休息多久, 蘇珊茶也沒有交代 另外, 拜利仍然繼續受傷 因為早一兩場有人問 結果原來真的是 說真的, 我們拜利和杜安沙比兩人都有分別過人的運程問題 我能夠這樣說, 但沒辦法 希望拜利快點解決 因為蘇珊茶說他已經下草地可以訓練一下 但出場還沒得 另外還有宗師 蘇珊茶也說了幾多宗師 今次說他暑假做了這個手術之後 一直都很努力, 希望能夠復原 尤其是由於有些球員外借了 或者轉會離開 所以有空位讓宗師登記 成功登記成為我們的球員 但是剛才所說 由於拜利又受傷 所以我們用得的中堅只有哈里麥加雅 連諾夫和杜安沙比三個 亦引申到一個問題 究竟我們中堅那裏 今晚怎樣推出呢? 大家要留意, 其實只有三個選擇 記者早上會另外有一個問題 問蘇珊茶就是關於哈里麥加雅 基本上他不停地踢, 不停地出 大家都覺得他是不是因為累 或者踢得太多而有些跌鍋的情況 或者我們經常說 究竟他本身不是那麼快 還是實際上踢得太多呢? 說真的, 今季是不停地一球兩賽 對任何球員來說 都是非常不容易去搞 他真的沒有怎樣搬走過 Buno也試過有些場次可以休息一下 但哈里麥加雅真的比較少 蘇珊茶答得很奇怪 他說什麼呢? 他說 是的, 我都明白 不過中堅球員 就是比較上 如果要繼續踢下去 或是比較踢得太久 或者不停地踢的話 相對來說比較容易 可能他的意思是 可能他的覆蓋範圍 或者走動範圍比較少 他說相比翼峰 相比習慧球員 是比較少的 但是他說今晚會不會踢呢? 哈里麥加雅 他說我還沒有決定 老實說 蘇珊茶我真的不太肯定 不過我的理解就是 OK, 蘇珊茶踢球那年代就是 因為中堅基本上都是主要做防守 就是等於習慧球員 以前我們的艾雲衝上去攻 或者嘉利仔的傳中 其實已經是很突出的了 以往的習慧球員 大家都沒有要求那麼多進攻 是我們萬聯才是這樣的 但現在時而世逆了 基本上說真的 連中堅也要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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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如果我們一打highline的話 他們還要不停衝回去後面幫忙補 所以你問我的話 蘇珊茶說這件事 我只能夠覺得 說真的他比我專業 我又不能太質疑他 但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現在中堅的消耗也挺大 尤其是今季 差不多由開列到現在 都不停地一週兩賽 所以中堅那裡 雖然我們經常受傷 好像剛才所說 朗安沙比龍拜利 真的有他們的問題要解決 但是因為這樣 哈利麥加爾不停地踢 我想也有一點 是沒有辦法挑戰的辦法 說真的 但蘇珊茶這個解釋 我覺得比較奇怪 好 大家都可以繼續在這段影片 留下深水預計陣容 deadline也是晚上六點鐘 希望我的WiFi下午搞得好 現在他已經打了去問了 他說跟我說 應該要去到Tea Time才行 所以都沒辦法 所以暫時是這樣 我自己的深水陣容 大家看到了 我的Apps已經開了 希望儘快 3、4點得回的話 我就可以做了深水陣容 大家的深水 記得有6點deadline 8點後就會有這段影片 另外今天在新聞台 都已經出了一段影片 關於班奴續約 為何這麼快要續約 聽過這段影片 就知道他怎樣解釋了 大家也可以評論一下 當然 這場球我怎麼看呢 老實 這場球是足夠的 我們都說過 其實馬聯真是需要錦標的 無論是球員的心態方面的平衡 或者希望回饋球迷 都應該要向錦標的進化 今年剩下的錦標 就是足夠的 歐巴杯和聯賽 昨天說過了 我對聯賽的態度 一個人正所謂 沒有夢想 和鹹魚有任何分別 大機會是否真的很大呢 當然大家都明白 如果要從一個現實的角度去看 我當然會看 不過真的 足球的世界 希望可以遠離一些現實的事情 但是 足夠杯和歐巴杯 是不是有些機會 大一點點機會呢 理論上就是 但是又要看回 我們連續幾個杯賽 都去到四強 就是這樣 所以今晚理論上 應該很樂觀 因為還未到四強 對吧 但是 說真的 這些杯賽 我們之前的前四恐懼症 已經克服了 現在去到杯賽四強這家野 或者杯賽要入決賽這件事 什麼時候可以克服呢 真的 我都不敢說 但是當然是要克服的 但是 很多時候 我們究竟是 球員問題 領隊問題 還是班主問題 其實我們都討論了很多 其實每一個 部位都是有些問題的 但是 有問題 就不代表不去努力的 因為 有哪個球會是完全完美的 對吧 說真的 三四個月之前 和大家說 你不可以踢到現在這樣 你信不信 有多少人會 說真的 就算我們作為馬亂球迷 如果三四個月之前 告訴大家 你不可以踢到一堆屎 我想你都說我傻子 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對吧 所以 有很多事情 是很難預料的 世事來說 今天這場球 說回來 好像記者之類會 越說越遠 說回來這場球 韋斯咸的勢頭 的確是不錯的 近期表現是不錯的 但是 也有一點點 回落的跡象 因為剛剛那場 對著庫咸都 撕破不了對手 而且無緣無故 他們的short chat 就被mideen趕出場 不過 據我看到 就已經打掉了 那張紅牌 所以他們也是不錯的 而且 老實說 連尾斯今場球 不值得 但是他落了位置 的確有些衝擊 所以 說回萬聯 說遠一點 我們下半季 包括 會賽賽事 包括英超賽事 究竟 soulsh可不可以找到 我們的x-factor 我自己覺得 就兩個機會 起碼有 阿麻 即是Dialo 阿麻 Dialo 和雲迪碧 是兩個機會 其實還有的 因為我已經預備了資料 不過 晚點希望 可以在新聞台 拍了一條片 說說究竟 還有什麼x-factor 是令到我們下半季 有些突破的機會 晚點在新聞台 和大家分享 這次來到這裡 再說一次 記得今晚6點之前 在這條片 留你們的心意 和預計陣容 我8點後就會 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的心意 今晚 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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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我們突破前四 不是突破前四 對不起 突破四強 都是我們萬元金 今季的目標 OK 先到這裡 拜拜